这是个小笑话了 看这个名字可是最新的 2023年4月13号 不知道哪个父母给孩子起的名字叫氏纪伟 姓氏啊 名纪伟啊 这里有个什么小笑话呢 说有一个人呢 在五星酒店里面呢 敲门 但是酒店呢以为是闹鬼了 说素食人跳楼自杀 还有一个人猝死 就犯录像啊 说这个怎么回事 这发生什么事了 说有人喝醉了 喝醉了都是让人里面人给开门 开门呢开门呢 我是纪委啊 几分钟后啊 那个人呢就开始找了门 一边找呢 一边喊一边敲 不断敲不断有人跳楼 几分钟之后 他还继续敲 结果最后这个里面有一个人很冷静 所以就问你是哪里的纪委啊 省里的还是市里的 那个人就说了 什么省啊 是的 我是宗纪委啊 哈哈哈哈 姓宗的宗 结果屋里的人再也不说话了 再也没省人了 打开房门一看呢 猝死 所以你们这个父母 你们起名字 你们最好不要取这样的名字 行吗 哈哈 太吓人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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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怎么起这样的名字呢